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天气就要稍微有些变化了 我们接下来能看到地面天气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后两天 礼拜一跟礼拜二这两天 在台湾中部以北海面会有一道封面滞留 所以在中部以北天气就要有变化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未来五天的天气预报 未来五天尤其在礼拜一礼拜二这两天 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而高温因为下雨而且多雨的关系 所以高温也都会稍微的往下掉 大概明天是在29度左右 而中部南部比较不受到影响 那另外在礼拜三这天 算是这个礼拜天气相对稳定的时候了 因为从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 又会有一道封面南下 所以各地降雨的机会 又会再稍微的往上提高了 那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 才会又是好天气 那接下来我们就带你关心 明天礼拜一 北中南东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23到29度降几率40%到60% 中部地区23到30度降几率30%到50% 南部地区23到31度降几率30% 东部地区23到32度降几率30%到70% 外岛20到28度降几率40%到60% 好明天就要上班了 最后再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重点了 明天呢会有封面报道 所以北台湾呢云量会增加 而且呢偶尔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其他地方呢都还是蛮天热的 高温一样是在30度以上 那未来一周呢总共会有两道封面报道 所以呢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呢 下雨的机会还是有的 请观众朋友呢未来一周出门 还是要记得带把伞比较保险 以上就是今天最新的天气雨风